针对基隆市长谢国良提出基隆市升格为直辖市的想法 并且想要拜会前市长也是现任内政部长林又昌请议 基隆市议员也是民进党立委提名人张炳钧 在市长施政总咨询时表示支持基隆升格为直辖市的想法 但现在我觉得是最佳的时机 首先我们的内政部长就是我们前林又昌市长 他也是非常非常赞成基隆市升格为直辖市市长 第二个坦白说现在不论是基隆市台北市甚至新北市 都是我们国民党先市首长执政 那我们的新北市的市长现在应该也无心于市政上面了 因为他要开始去拼总统了 那我相信谢国良市长你跟蒋万安市长是好哥们 那这部分我希望就是说市长这边 我们要去拜会林又昌布场之前是不是有具体的方案 比如说之前部长提出的这两个方案 您个人是比较支持哪一个 或者是说我们基隆市还有第三个方案 可以提出来 因为市长我知道你常常在诉诸媒体上 有跟市民朋友报告 我们比如说之前电动车方案 或者其他方案你会透过媒体或是 那在这个部分关系到基隆市未来的发展 尤其是我们刚刚讨论到很多的议题 都是因为讨论到补助的经费不足 那这一部分我觉得这关系到我们基隆市未来50年 甚至100年的都市计划 这部分我想要救教市长您的想法 当然未来如果我有机会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 我一定会来全力协助我们谢国良市长 来让我们基隆市升格为直辖 市长谢国良也表示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机会可以约到内政部长林又昌 向他请议 或许借由张炳君议员牵线 带着他去见部长 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以我的理解目前的法规 只要双方邻近的政府愿意 双方两边的议会愿意 而且基本上这个政策行政院及内政部也是乐见 其实因为国土规划是在林又昌部长的 这个业务范围内 所以我觉得修法是一个途径 但是也不一定靠我的理解 看看您看正不正确 就是说只要行政单位跟立法机关 大家一致认同 不论是中央或地方 也不见得一定就是说要中央 要再去再度修法才可以促成合并 那您说这个林市长的北海市也是一个方案 那台北并汐子并基隆也是一个方案 那我过去曾经在我自己的书里面 也有提到北北基也是一个方案 甚至也有人提到说最快的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周遭 包围我们的这个新北市 让跟基隆市合并 也是一个方案 总之我们可以理解就是 牵扯的区域范围变得越大 可能难度会越高 牵扯到整并的县市越多 可能难度也会越高 所以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要跟这个内政部的林部长来请一 那真的非常抱歉我还没办法跟他约上这个时间 说不定秉津议员如果肯带着我的话 我觉得可能比较有这个机会 效果时间也会快一点 市议员张秉均表示 只要有适当的时机 他都愿意尽力来协助市长谢国良和部长林又昌见面 因为包括基隆捷运的推动 以及基隆市未来的发展 都会跟基隆市未来是否升格或是合并息息相关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